有没有处置过85度C的 他们家北京好像现在就只剩下三四家店了 这是个什么熏鸡三明治 中间是鸡肉 沙拉酱 生菜 它就像一个蘸满芝麻的起酥的面包 烧饼 它真的能去在汉堡的位置 但是我估计你们在店里买 它也应该不会用烤销台给你复热一下吧 永远不会出错的凯撒大地 它是一个咸咸口的面包 就我一直都觉得 它起初可能就是把边角料混在了一起 就是培根 包菜 沙拉酱 土司丁 然后撒了点芝士和披萨草 底下就是发棍 红豆肉松 土司 很松软的样子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做成土司形状的面包 豆馅也是这种能烧烧看到一些颗粒的豆馅 烧钱了一丢丢 冰面包 它就是餐包的那种面包 灌的蓝莓的奶油 嗯 烤干 对 它这个奶油也会很甜 奶香片 三片 嗯 好酥啊 要不要会黏黏的 要抓着黄油啊 糖啊 烤的那种 哈 把棍切片 长长的法棍 来 蒜香法棍 我切片去烤了一下 看不见这个法棍可真完呢 啊 油香油香的 哦 黄油香蒜香 反正没想买它的 但是一打开那个柜子的门 它真的好突出啊 那个香味 松松三杯蛋糕 很松软的外皮 中间就是肉松和沙拉酱 嗯 你丢丢辣的肉松 高鲜和果面包 看着像欧包 但中间挺软的 其实 黑骨物和果面包 好多黑芝麻 比起那个 这个撕扯感会更强 会更像欧包做一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在85度C处置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处置卡 就是建议你们关注一下他们的营业情况 我之前还有过 就店惯了 钱没有退出来的情况 不止一次 哎 香香也小一千的 之前呢 昌平只有统齐贡门口 现在贡门口创始人店也开过来了 那就让我带你们看看 两家店有什么不一样吧 左边这个是贡门口创始人店 右边这个是统齐贡门口的 这个豆包是差距最大的了 馅也是很不一样的 创始人店是很细腻的那种豆沙包 孔齐的呢 感觉就是那种用红糖炒的豆馅 很水润 而且他家这个皮儿会更柔软一些 这两个就各有千秋了 看你们爱吃哪个 煎锅卷 创始人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刷了蛋液 颜色会上得比较深 孔齐这个颜色就会比较浅了 栗子 核桃 葡萄干 料真的很多 统齐这个料也挺多的 不过你看 感觉到红豆红枣会更多一些 这么一看 创始人他们家店就更舍得放一些料 就核桃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而且都是这种半颗半颗完整的 统齐这个感觉 颗头会大一点 但基本上都是这种 核桃碎碎 而且没有那个核桃香 至于口感上面呢 其实差别不是那么大 因为它料卷太多了 所以我也尝不出面有多大差距 看这个创始人店的真的好香好香好香 我的天 宫门口的红豆卷 统齐的红豆卷 哇 统齐的很喜欢加红枣 红豆卷 它比那个筋骨卷可以更柔软 湿润一些 你看没有烤过嘛 创始人店这一层一层的是 卷满了红豆 绿的那种红豆馅 嗯 还有一些就是 坚果呀 核桃这种 它也是卷了很多红豆馅 不过感觉他们家里一些 带馅的里边 为啥都会卷红枣呢 这个口感要比 创始人店的软 就也是卷了很多红豆这种 但感觉的确密度好像会低一些 好 宫门口的红豆包 统齐的红豆包 料多多 紫薯板粒 红豆 葡萄干 花生 统齐这个是紫米 会比较多 还有豆子 葡萄干 红枣 创始人店 一点点紫色 是靠着紫薯 哎 显得那个色 统齐这个呢 是包的紫米 也是有花生的 我感觉统齐的会比 创始人店那个甜度低一些 好处呢 就是统齐他们家 可以买一个 安库买 创始人店他们家 只能买一盒 四个 炒馒头 统齐这个感觉 能看到一些层次 创始人店这个就 感觉筋度会低一些 统齐这个馒头 会更有嚼劲 创始人店那个呢 甜香多一些 总结一下个人观点 红豆卷 还有那个坚果卷 我肯定会去 创始人店买 豆包这个啊 就是看你们 个人喜欢一个 红糖炒的豆馅 一个是很细腻的豆沙 不一样 年豆包呢 两件差距挺大的 就是你们都可以尝尝 统齐那个会 甜度低一些 我这次是一个 在西街买的 一个在 四十几旁边 那个店买的 哎呀 反正离得都挺近的 长平县城嘛 那能有多大呀 是不是 今天的快乐 是馅饼 蘸麻将给的 真的巨好吃 有没有吃过 哈尔丁白羊包子的 谁能告诉我 奇奇哈尔这个店 它味儿一不一样啊 上次跟哈尔丁 吃个比门庚 这路过了 我随时尝尝 点了四个包子 还有一碗牛骨汤 豉油的包子皮 哦 好软 是酱肉的那个 牛肉块和洋葱 它是有鲜瘦一些的 哎呦 还带点筋的那种肉 牛杂的料真的好 我觉得它有点像火锅味 既然这样 就来点辣椒油吧 很松软的那种 沙面的包子皮 哦 羊肉和牛肉 都是胡萝卜的 它这碗里边 是三块 小牛就带点筋 然后肉不多的那种 附属产物 感觉没有什么咸淡味 就有点料味 是不是就是 自己腰在旁边割呀 他们桌边的调料好多呀 就是陈醋 还有黑胡椒 放汤里吗 哈尔滨 年气响当当的包子吃完了 那咱们去尝尝 齐齐哈尔 开了好多年的馅饼 羊杂汤 七块还是八块来着 汤就是这种 哇 奶白奶白的 我的馅饼 二两 肉眼可见的馅饼 小包皮 哦哟 哦 它是在汤汁的那种肉馅 哦 这个馅本来占量 我应该先来这家 大家去吃包子的 这个麻将好香啊 就中间还有牛肉粒 嗯 它可能不是人 它可能是在低油 看看那个皮 这肉眼可见的包 馅烙的 我喜欢还是酥酥的 嗯 牛肉的好香 中头戏 馅饼蘸麻酱 好怕就弄我身上了 它是个红麻酱 嗯 加上这种牛肉酱 是自己炒的嘛 它有一些辣椒油和香菜 先是香 然后后劲是辣 这是任正宗值得体验一次的美味 好几点 凉了也是好吃的 皮是软软的 会一样 他们家这个羊汤 举浓 就一炖上了 那个味就特别臭 我当时还觉得 我听 这个味我可能喝不了 事实证明就是 第一口 那个味是真的 超过预期的浓 但是把你放那一会儿 你就越喝越想喝 越喝越想喝 它真的很多很多 两牛 随便款一刷就这么多 虽然馅饼表出名啊 他们家其实还卖 好个秋天菜 没可能彩蛋 是不是就是 都是那边看菜点菜 如果你们来提醒哈 除了烤肉烤串 飞货 一定要安排一下 这家的馅饼 再来